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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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 比较常见的哈 嗯 绑一是奥迪小城的个人等于哈 感谢大家的关注 说店名导航了就行了是不是 郑州中生会比 左上方的红色头像哈 点个小星星 如果说过来看去的话 咱们家也是十一年的老店了 有三十 三十多台试驾 您过来想试哪个 试哪个好不好 好的 那小城旁边的话 是一台奥迪的Q5L 今天的话 我们第一台来分享它好不好 有喜欢我们奥迪Q5L的伙伴们 可以在直播间扣一个5 小城来看看 有到位伙伴喜欢我们的奥迪Q5L呢 这一代的话 也是第二代的中期改款 好的 很多的朋友都扣了5 很多的朋友们都扣了5 好 今天直播间的伙伴们 大家好 上好 上好伙伴们 这些中心会点名的 你打高器的电池 咱现在有几个打高器 打不算不少 那一看是送来 送来 那坐在那里边送 您订过吗 没有啊 行 送来就行 辛苦了 没事 能重建吗 不能 这些电池不能重建 还是不能重建 送来 他这个 他们多钱买的你知道吗 但我刚才搜过网上就是 你那天给我这个 他没有交易积物 就灵人了 然后我搜了些京东 还有网上 他就是我这个销量的 都得30万这一截 他给送来 这个 这个小商品 他不要钱 但他不乐意给送 因为他便宜啊 这个 嗯 行 你得拿来 就给他少一口 那我也不 行 有事再拿着 但是他们那钱 得回来 给他们 哎呦 这设计这些事 那五号电池不得挖子吗 那能不能再挖子 他那个是 能是三四年版 哦 这高容量 那是高容量的 就给那点骂的那个 四年 也可不赖 所以就大概是他自己调整 他们可能有点成猫端质之类的 哈哈 大家这两个配置哈 你来看一下 在全新一代的Q5L的话 我觉得在前面的话 也是有升级的 升级成发电竞的结果 这个模式 这个全新一代的Q5L的话 这个可能是啥呀 这地方有保费多少钱 那米粒提电 然后啊 就是低于200块钱的东西 你修 修不了了 人家要货了 你也自己掏钱 大件 当然是公司 是 整个Q5L动感版本的风格 在前脸 还是看起来非常有动感 这个大风 大风的话 也是 人家着急使用 有点说话 是一样的 里面的话 有四环的logo 以及豆子的亮 桃家也装饰 所以说整个大风的话 也是显得非常的豪华 哇 这不错 啊 啊 保时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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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这个头发啊 今天这个发型 是我自己建 我看那个保时捷 那SCOA老多人开那多少钱 好啊 今天主播间的伙伴们 啊 有氛围灯吗 三色入门中的 三五四零的时尚 只有三色的氛围灯 如果说您选择他的自己配 也就是四零的豪华的话 现在还是有多低 嗯 啊 那么 那么 新进直播间的新朋友 早上好 新朋友 开车 好 这里是正东东生会比 主播家小陈 如果没有观众 我们的话 请点击左上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众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众 那天我看了一个比亚迪宋 哎呀 我说这要姓宋的买一个 这多何姓 还有比亚迪羊呢 哈哈哈哈 比亚迪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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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舒适性 舒适性的话 会非常的好 米其林的冷台 二十一寸的 只有在四五的豪华以上的话 才是二十一寸的冷酷 好 这里看起来 都在三次游户 一整个全新一代的 K5车长的话 也比我们的朋友 更长一点 四米七七零的车长 然后轴距的话 也是2米90G的一个轴距 和我们的 a5啊 家常的a4L的 它的轴距是一样的 包括我们的 K5车跑 轴距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你坐在二排的话 也是不想的 快就可以 非常信心地 敲一下 没有问题 那么在側面的话 小陈再次给大家 我们想一个干货 那么全新一代的K5L的话 它的车门都是采用一个全包式的车门设计 那来看一下小诊先开开门来看一下 全包式的车门设计 那么这样的车门设计有什么好处呢 比如说您现在正在出入一个非常明明的路况 那么外面的车门上都非常非常的脏 那在这个时候你下车的时候 全包式的车门的话就不会弄脏你的裤脚 所以说全包式的车门的话还是用处非常的大的 对不对 然后全新一代的K5FUV老板的话 它在车门设计的车门设计的车门设计 那这个车门设计是K5的车门设计 主要带之是一个牛肺车门设计 原来是做实际的 这里边有种 好 好吃干燥 对 好 7座的客气是不是 好的 一会儿给您安排一下客气好不好 请大家慢点等待 我们K5讲完之后就讲客气 那最后啥是水培 好 顺耳朵 如果是中我就拨 拨冨设计科学院 哈哈哈哈 这就属于吃饱很浪的 这也是 一块鸡 这又是中价 中价 中期改款 那么也是今年刚刚刚 中子 这里头 中子那个价 中不浪过来 对 中不浪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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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轻也很浪过来 中华 又动感 中 动感 这是一个 渡阁 然后 链接 所以说整个车后尾部的话 总得是非常豪华 我们打开后备箱来看一下 我们打开后备箱 来看一下 我们打开后备箱